然後這個西裝的這個是 這個已經變了 如果說你們有要做西裝的話 你們試一下粉絲團密我 因為那個叔叔後來沒有跟我合作 我跟另外一個叔叔合作 但是一樣他們也是量身訂做的 那如果說你們有想要去做的話 我可以帶你去 不然就是等我把那個名片換一下 我可以直接帶你去啦 那地址是 地址應該是一樣的吧 我看一下 因為那天我拿到名片了 地址 24號 喔是24號 地址是24號 然後電話那些都有 電話沒變 上面這個電話沒變 這個四話沒變 其他是變的 所以我這個我到時候會再修改 但是他已經不一樣了 那劉媽媽就是我剛剛那個東西 那你說是輝哥推薦 他會送你一小包的餅乾的禮物 那這個其實還蠻好吃的 啊頭髮的話有興趣的話 這是我剪頭髮的那家店啊 你跟他講說是輝哥推薦的 他會給你打折 打折了在西門町 自己看了 好就這樣 你真的有賣出過嗎 六七張了吧 賣六七張了吧 西裝那個喔 西裝那個 我沒有不太要求 你要用那種比較 比較差一點布料 應該是幾千塊就有 那如果說你要用那種還不錯的 就是我跟小白穿 我上次穿的西裝都是一萬五 小白又有去做 小白的那個 結婚的西裝就是在那邊做的 那如果說你要更好的布料 什麼歐洲什麼 歐洲草泥馬的毛的那種 那種西裝 什麼法國的什麼 法國的那個 牡羊的毛 還有部位的那種 那種很高級那可能就要三十萬 他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是會把你的長度都量 量完以後再幫你做一個 為你量身打造的 穿西裝實況 我之前有穿過啊 灰哥的毛開個價 靠北喔 處女母毛 母羊毛 哈哈 處女母羊毛 靠北喔 居兩千的大概幾千塊 或是一萬 一萬上下 居兩千那邊大概是一萬上下 那又很便宜的 那路上不是也有一些什麼 西裝只要四千八 也有這種的 但那種是套裝啊 就是 他不會讓你穿起來很合身 但是就是大家就是那種 one size 那你去量身定做的就是 他是特別為你量的長度啊 譬如說你這邊幾公分啊 對不對 你那邊幾公分啊 然後他再幫你 幫你弄好 而且你還會 中間你可能還要去試裝一次 就是說他已經幫你訂好版型了 你就去試穿了 然後試出來以後他說 嗯 譬如說你這個樣可能要長一點啊 對不對 他會幫你弄啊 譬如說有些人覺得 我覺得我這邊不要太 要寬寬的比較舒服嘛 那他可能會給你一些建議說什麼 可是這邊窄一點的話 可以讓你的身型看起來更瘦還是幹嘛 或是比較修長什麼的 就特別為你做了 像 我最近不是有PO一張照片嗎 來來來 你們看 你們看 你們看這張 像我這張的西裝就是 訂做的那一件 吵一下啊 像我這件西裝就是訂做的啊 啊靠腰啊 怎麼是這個款式啊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是輝哥房子的股東 再過幾天我就脫離單身二零年變成單身二一年了幫QQ 這就是我穿的那件啊 那件量生訂做的 單身二十一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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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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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子 褲子不是 褲子買的 欸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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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子也是訂做 他是整套的 褲子我之前買的那個是在 板橋大園買的褲子 然後 我只能說偏緊 因為我後來 又撞了一點 對所以偏緊 然後他後來幫我量身做的那個 是比較符合我的腿型的 訂做也可以半套啊 你要半套也可以啊 你不一定要整套啊 你可以去跟他說我要半套 他就可以幫你弄半套的 當然你如果想要全套的話 因為半套還是會比較便宜一點 你如果要全套就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 我跟你講同樣品質的東西 你如果譬如說你去 譬如說你去G2000好了 你說欸 老闆我想要 訂做西裝 全套對不對 那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幫你量好你的長度 量完以後對不對 他還是會去找 就是我譬如說像我剛剛說 我我我我我說 我要我介紹的那間 譬如說他可能就會去找那間代工的 然後請他們幫忙幫忙做 做完以後他再把他送回去 去那個名牌店嘛 西裝的名牌店然後再賣給你 對啊 他多了一個轉手的那個費用 但所以我才說 你們如果有要訂做 訂做西裝喔 你如果是覺得買個套裝的 像小白說的 剛出社會 你可能買個套裝 你可能沒什麼錢嘛 買個套裝那種 四五千塊六千塊 其實就有了 因為新聞第一有 我有我的西裝我跟你講 我第一件西裝 我第一件西裝的那個外套 一萬出 在板球蛋白買一萬出 我的第二件 我才買 兩三千塊吧 在西門町買一個套的 因為那時候急著要用 然後我的外套拿去乾洗 所以我急著要用 就趕快去西門町 隨便買了一個 大概兩三千塊的 然後殺這一套 再做整套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只是想要 有個西裝外套 那你去 去西裝町買就好 外套喔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整套 什麼外套啊 然後加褲子這種 尤其是褲子 我覺得褲子 你如果要做褲子的話 最好去訂做 不要去買那種套的 因為很 很不合 因為有的人 可能你是 大腿 你可能是 那個 譬如說這是你的那一根嘛 你的那一根可能是 有的人是這邊比較粗啊 有的人是下面比較粗一點嘛 那他 他要為你量身訂做嘛 全套要加錢 爽度不一樣 真的爽度有差齁 真的爽度有差齁 他會幫你把那一根 長度幾公分都量出來耶 他真的有量耶 而且他們那一間訂做的啊 是你去的時候 他會給你所有的布 他會把他們有的布的行路啊 我記得四五本吧 四五本行路讓你翻 然後你可以去摸那個 你可以去看那個布啊 你可以摸摸看 看你喜歡的 譬如說我覺得我就是他媽要這個布 那他就用那個布幫你做 那他也會建議你說這個布可能 有些可能是比較容易勾壞的 那有些是比較不容易勾壞的 他也會跟你講 然後顏色啊 然後 譬如說你的臉型是四方形的 對不對 或是你比較胖胖的 或是我幹你超瘦的 因為我比較適合你的顏色 他們都會給你建議 而且師傅都做很久了 做 40年了吧 我認識那師傅好久了 那個 那個叔叔我認識 我說的不是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叔叔我認識比較短 我認識他大概半年而已吧 從那時候不是有放這個東西上去嗎 那時候才剛認識一兩個月而已吧 但現在的這個叔叔 是我從 國小 認識到現在 有20年了 有20年了 我很多的那個親戚啊 他們結婚的西裝都是給他訂做的 我還把他一個 我還把我一個 我一個 我一個 大表哥的那個 的 結婚的西裝褲給他燒掉 喔 因為我把他放在那個機車旁邊 然後 排氣管 不是很熱嗎 他就把他 把褲燒掉 幹 超北蘭的 可以再說一次店名嗎 呃 他沒有店名欸 他沒有店名 你這邊你看 訂單 他沒有店名喔 因為他們那個是代工廠 他們是 他們是只有在做 他們沒有在 他們沒有店面在賣的 但他們是一個 工作的地方 所以 沒有 沒有店名 但是他的地址是 他們的電話是這個 你可以打這支電話 他那個真的被我燒毀了 然後地址 我 我先給你 玩正確的地址啊 殺那個地址是錯的 你們那個地址殺過去是一個空地 他在對面才對 24號之一這樣才對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正確 我按點修改一下 他們是第一 沒錯就是日式綠茶說 他們是 東西 呃要做什麼 他們 我跟你講廠商 這能講嗎 之前 因為我上次去才知道 周杰倫他之前 不知道是什麼的 活動吧 好像是演唱會還是什麼 反正他們要幫那個舞群做 做做衣服 剛剛好 就是他在那邊做 但這題外話 呃 他們那邊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 我是西裝店的老闆 譬如說我開了一個 灰哥西裝店 灰哥西服 對 灰哥西服 然後這時候 小白 對小白課長來了 他說 欸 老闆 我這邊有個活動 對不對 我需要十套西裝 然後他們有活動要弄 然後量身訂做 對 然後他就 那十個人就來了嘛 幫他們量完以後 就幫他們挑十套西裝 然後 然後顏色啊什麼什麼 都喬好 喬 喬 喬 就是要長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 我就說 喔好沒問題 白課長 包在我身上 我 我兩個禮拜幫你趕出來 然後白課長就回去了 那之後我要怎麼做呢 我就去找那個代工店 就是幫忙做這個 我可能就把這個案子 發給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 譬如說王師傅這邊 發給王師傅 然後王師傅就 喔接到訂單嘛 十件衣服嘛 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就開始趕工 趕工 趕工 趕工完以後 十件衣服以後 再給那個 給那個 輝哥西服 對 輝哥西服 然後 輝哥西服 就打給白課 白課長 欸白課長 你的外套OK了 那我 對我來說 我可能只花了 我可能成本 布料成本 可能 五千塊好了 對然後代工的費用 可能 工錢 可能四千塊 對類似這樣 可能九千塊 然後我就賣白課長 一萬四 對像這樣我就賺五千嘛 賺五千 但是如果說你直接去找那個 代工的話 那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中間的 應該說 那個什麼啊 我今天在這邊開店 我會有店租的問題 然後我還要找人家代工 又是一筆費用嘛 那你直接找他們就好 你也不用去付那個店主 但前提是你要 你要訂做西服 你要訂做的 你如果今天只是想要有個西裝外套 那其實不用 西裝外套就直接買就好 但是你要訂做全身的外套 加褲子 包括襯衫也有 他們有賣襯衫 好像 可是襯衫好像沒有特別在做 這我不確定要去問 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觀眾去就是 只買襯衫買了三件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們這個原理就是這樣子 有興趣你們再找我啦 不然就是直接打我 剛剛說的那個電話 然後說 輝哥介紹 然後他會給你算便宜 我有跟他講過 他媽我的 如果說是 我觀眾過來這邊 你要算便宜 然後他有說好